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上一集有同大家提過, 在右翰警方掃蕩了一個賣淫集團, 捉了6名小姐, 除了有大陸越南, 還竟然有台灣女孩在做非法賣淫的工作。 今次再同大家睇多一單新聞, 另一單新聞就由澳門日報出來, 我們一齊睇睇睇先啦。 根據澳門日報消息報導, 有一名內地女子涉嫌在右翰區非法從事按摩工作, 亦涉嫌違反禁止非法工作規章被捕, 轉交給勞工局跟進, 這條罪應該算是客公的罪。 涉案內地女子年約40歲, 案情就說, 治安警接到市民舉報, 就說在右翰區某一間大廈單位中, 有人從事非法工作, 之後警方派人上去進行調查, 結果在單位中接觸到這名內地女子, 經過查詢, 他説承認在今個月4日起, 就租住上邊單位從事非法按摩工作, 到現在已經進行五次按摩服務, 合共賺取了500元, 亦通知勞工事務局跟進這個事件。 如果按照上邊的說法, 他做得五次按摩賺了500元, 合共賺了500元, 這是很少的數目來的。 他在4號租到今天17號, 在這裏十幾天, 他這樣租中賣賣, 應該是連租金都不夠給, 所以這個數目是有點奇怪的, 應該是否報細數呢? 而其他澳門來說, 除了一流一之外, 亦都有很多非法按摩服務。 當然, 他們除了按摩之外, 有機會亦都提供其他的特別服務。 所以這案件就不是大家就看到的那麼單純。 至於他說, 做了五次按摩, 一共賺得500元, 100元一次, 這一點你們信不信呢? 我就不信了, 應該是連租金都不夠給的了。 今集我們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說的話, 就在下面留言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